姥姥在我们家就是一杆称 小时候我儿子被桌子撞了 我妈打桌子 姥姥过来说 这个桌子没有眼 我儿子说 没有啊 他们有腿 也没有啊 他怎么装着你了孩子 我儿子就说 我从楼梯上 撞上了 姥姥说 就是你装了他 快给他倒个钱 家里处处充满着这种公平 在我还没有什么钱的时候 西部母亲水教不是缺水吗 我那时候拿出 我拍广告 挣的第一笔钱 一百万 在那建了一千口母亲水教 临交钱的时候 我跟姥姥商量 我说姥姥 我要捐出一百万 你看行不行 姥姥说 好 这是给我名的 天孩子 我们捐了一百万之后 桌上的饭菜 肯定是少了 然后姥姥把我儿子 裤子都剪成短的了 这样的话 小了也扔不了 夏天穿 然后家里灯 前脚走 后脚姥姥就关 姥姥知道我没钱了 姥姥在我们家 就是一杆撑 姥姥走了以后 家里就没有这个撑 好多事 不知道怎么办 想起姥姥在的时候 姥姥的公平 姥姥的宽容 都是姥姥交给我的 你平身上的 让我们喜欢的东西 从哪来的呢 他那种人间烟火 人之常情 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才慢慢 找到地方了 姥姥 对 姥姥遗传给你的 你觉得你哪儿 最像你姥姥呢 内心的宽容 和幽默感 姥姥特幽默 特逗 整天在家 翻季献林的那本书 里边不有照片 我说怎么呢 老太太 看上北大教授了 姥姥说 嗯 我看上她 我可看不上这卢叶 她能看上我 我说人怎么能看上你 我要是 敢在好年代 我也是北大的教授 姥姥脑子特聪明 看任何事 任何书 我给她讲一遍 就记住了 姥姥喜欢的几个作家 包括贾平娃 莫妍 老师 莫妍 都为了吃个鸟子当个病 为了吃个鸟子当个作家 贾路孩子 就是有趣 我说莫妍挺丑的 老师 哎 我怎么看着 真漂亮 印有文化就好看 没有文化就不好看 她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会 会写泥屏吗 会写 她还能写十几个字 然后我说姥姥 你要是读过书 你还不在国务院工作 老师 在国务院看大门 国务院 我说 你这很有自知之名 在国务院看大门 哎 我们终于说到 这些特别有趣的事 要不然刚才 我们就特别想姥姥 也挺难过的 其实我挺惭愧的 为什么呢 嗯 我也有姥姥 我怎么没写呢 其实我们都应该写写 啊 谢谢自己的姥姥 奶奶 爷爷 家人 就是你现在回头看 姥姥 会想到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 现在回头想姥姥是觉得 谁身边有这么一个 姥姥就是有一个宝 从这个宝的身上 可以挖掘很多东西 你会成为一个好人 谢谢大家 moon moon 月 月 月